欢迎回来华视最国际的节目现场 我们知道金马奖才刚刚落幕没多久 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谈的是 金马奖的一些国际元素 还有我们台湾的电影 要如何的行销到全世界 我们知道这次金马奖的职位主席 是国际 我们从台湾出去的国际大导演李安 那么有些好莱坞的演员 这次来共襄盛举 那同时这次有许多有大有斩获的 像是美国女孩瀑布等等 也都有一些全球性的国际的 这个新冠疫情的元素在里面 那么也还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因为中国目前是 暂停了中国电影来参展金马奖的 但是很特别在微博跟微信上 其实热搜一片 都是有很多来探讨相关电影 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么我们就是要来探讨说 我们的台湾电影 应该如何的推展到国际上 今天很高兴我们在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的是 台湾智库副执行长 董思琪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思琪老师您好 丽莉姐好 大家好 好 那首先请教思琪老师 就是说您觉得我们的金马奖 就在我们谈到这个中国的元素之前 我们先来谈谈您这次的观察 您觉得亮点在哪里 有没有哪些国际元素 其实再可以再把它加成再扩大的 那其实如果谈到这一次金马奖 大家马上会想到的是 这次有香港的电影获奖 那获得大奖的同时 但是又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这香港的电影 获奖的电影 在香港本地是没有上映的 那所以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 相较于我们刚刚所提到了 不管是美国女孩或是瀑布 那这些电影事实上 他们已经先在威尼斯银产上面 先去上映了 然后同时他也在国际上面 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就是现在国外热身一下 是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台湾的电影其实仍在蓬勃的发展 那同时我们有一个 很好的环境 能够让华语市场的电影 能够在这边发亮和发光 那所以提到说 要不要增设最佳外语片 事实上也是要看说 这个奖项的目的 那因为一开始 就是为了要奖励华语 后来是变成要奖励华人的创作 那所以金马奖的 其实本身他已经有慢慢的扩大 他的这一个入围的 入选的或者说投稿的 这样的放宽他的限制 那接下来呢 是如何更能够跟国际接回 能够让国际看到台湾 优秀和优良的电影 和更好的华语电影 我觉得这是金马奖 要努力的目标 那这次就是金马奖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就有关于这个中国的电影 就是在2018年 这个富裕导演得奖的 一番这个感言之后呢 中方就宣布说 暂停中国的影片 来参展金马奖 那这个2019年的时候呢 就是说呢 中国电影参展是挂邻 那么到了今年呢 也只有纪录片啦 动画短片来入围 那香港的电影 倒是有七部的入围 不过就是 刚刚有跟思琪老师 聊到一个现象很特别 就是虽然说呢 这个官方是说 暂停让电影人员 来参展金马奖 但是在微博上 在微信上 倒是还蛮热门 这是反映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是的 那当然呢 这个电影呢 作为我们一般讲 这个电影事业化 叫所谓的民族工业 意思就是说 透过电影呢 可以把民族的情绪 民族的情感 能够表达出来 能够把文化的记忆 记载下来 能够把我们的认同 凝聚在一起 有这样的功能 所以很多国家 虽然呢 不见得拍的电影卖座 但是他一定会用国家之力去 请国家之力去拍电影 但是在拍电影的同时 如果是一个 非民族的国家的时候呢 常常都会有一些 对于内容做一些审查 或者说一些限制 所以我们现在 可以看到的一点 就是说 现在在中国 经过了改革开放之后 虽然电影产业 不断的发展 但是很重要一点是 他现在已经开始 出现了一个 有点自我设限的状况 那这次还为 好莱坞的影星 百灵来到我们台湾 那他也提到说 其实呢 敢于做梦呢 就能够成真 虽然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电影圈竞争 你很激烈了 就是他也讲了一段话说 这个电影呢 是真实的梦幻 也是梦幻的 真实实现版 在我们这些 除了金马奖之外 其实呢 在说华语的圈子里面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奖项 我们也包括说 像我们台湾的金马奖 香港有金像奖 那中国的金鸡奖 现在是呢 预计在年底的时候 要在厦门 福建这边来登场 那这次很特别 就是入围的很多 都是爱国片尾 被中国网友酸说 怎么会这样子呢 是不是倒对了20年呢 四季老师您对这三大奖 各自的特色 还有这次中国这个金鸡奖 怎么满满都是爱国片 那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 如果只是以华语市场来看的话 那当然金马奖 是一个很受到 因为历史很悠久 那很受到大家的推崇 甚至有所谓的 华语金像奖之称 但是其实就算是金马奖 本身过去也是比较多 最早期也是比较多 爱国的元素 然后慢慢的才随着 时代的改变 然后有越来越多元素加进来 那当然也同时也带动了其他的地方 那我们这个任何的影展 他都有个特色 就是说你到底要如何能够说 他是成功 所以我们会看到他评审的方式 也是很重要 你到底是像奥斯卡金像奖那样子 是由专业的人来去审 然后他们审的过程要不要公开 那或者是说你是要用观众 去用投票的方式 然后去用受欢迎的方式 得到这个欢迎奖 那我们看国际的影展里面也有用类似的样的方式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大家在看这三个讲的时候 比较关注的是 他的议题是不是越来越开放 他是否越来越多元 那是否他能够越符合现在的现实现状 那是不是会中间有一些自我设限 或者是由国家之一来干涉 那另外我们就要回来台湾谈到说 其实我们台湾很多的导演都好优秀 在世界上的几大影展都有展露头角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努力 再把我们台湾的电影行销到全世界去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当时这个林振胜导演 他其实得过 或许大家没有注意到 当时其实有人刚好在柏林 那当时我还记得说 本来我们想要去采访林振胜导演 就发现说 他竟然提早回台湾了 可能他当时都没有想到 自己可以得到 德国柏林影展的最佳导演奖 所以他提前就回去了 真的非常可惜 那另外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影展这边 包括蔡明亮导演 侯孝贤 李安等等 那么李安这边的话 是以段贝山 也是当时有获得一些 很多的肯定 那杨德昌的话 在法国的坎城影展 那另外还有美国电影学会 这是我们看到有 这个南韩的片子寄生上流 获得了特别奖 那所以我们想先请教一下 就是思琪老师 我们刚看到这么多台湾优秀的导演 在国际上展露头角 这个您可以归纳出哪一些因素 你看林振胜 蔡明亮 侯孝贤 李安 杨德昌 那我们应该这样说 这上面的这个三个影展 跟最后的这个 我们一般俗称的奥斯卡金像奖 是有点不一样 就是前面三个是 所谓的国际影展 那所以他主要就是看国际电影 那最后一个 这个美国电影学会奖的话 他是以美国本土电影为主的 但是这四个 我们都认为是很重要的 国际上非常重要 所以叫四大影展 那四大影展中的前面三个的话 我们可以说 他是非常希望能够鼓励电影人 用自由的方式去做艺术的创作 所以如何能够在这个电影市场之中 以多元创新 然后以时代的一些精神加进去 那同时能够展现出不同地区的特色 我想是前面三个影展非常重视的 那所以你也可以注意到说 或许有一些得奖的这个作品 不见得是卖座的商业电影 像林震盛导演那是爱你爱我得奖 是 那一般的这个观众朋友可能也不见得有看过这个电影 但是在国际上面 他非常重视的就是这个电影的艺术性 那现在国际上还有另外一个趋势 就是说当这个数位串流现在变成主流的时候 像是Netflix这样也在拍电影 那所以说现在拍电影的管道渠道比过去还要多很多 那上映的平台可能会不同 那国际上面对于这样的转变 会如何来予以重视 那是不是有新的机会 能够有加入这一个所谓电影 国际电影能够参展的空间 第一个是我们要注意的 那第二个是在台湾有非常多好故事 这些故事如何收集 那如何能够用更好的 然后能够跟国际接轨的叙事的方式 能够传达出去 那第三个话 当然是还有技术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先知道国际趋势 知道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内容 有哪些好的内容 那我们呢 当然还要技术上面要有更加的提升 那新的拍摄的手法 或者是说新的这种这个商业的运动 那种模式 我们也要更加多加的学行 还有就是说 许多的这个艺术家 或是导演 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因为就印象很深刻 这次担任我们金马奖执行委员会主席的 李安导演 他就是就说这么一个有才气的导演 但是他还是会碰到瓶颈 我记得他就曾经讲过说 他也曾经就是非常的苦思 想说应该怎么样的自我突破 我觉得了不起的是一个人的自我突破 就像毕卡索 我们看到他的那个话 也是不同的时期 一直在自我突破 那李安导演 他最最最重要一点是 他除了在这个电影的艺术性之外 他也会考虑到他的商业价值 那所以在好莱坞的这个时间里面 他把他所看到的不同的元素 把他纳进来 不见得是台湾 他甚至会有这个印度 或者说其他的地方的这些元素 他把他纳入到他的作品里面 然后展现出来之后 让大家看到说 虽然是跟这一个 可能跟主流的这个欧美的 不大一样的感觉 但是大家看到之后会同样感受到人性 那同样感受到很好的故事性 那所以李安导演的这个成功的模式 是大家值得注意 而且更重要一点是 他非常勇于的去这个挑战 所谓的主流的文化圈 那他本身能够在好莱坞里面 立足这些故事也是值得我们更加的 对 就是再跟我们补充一下 就是南韩是怎么做到的 是的 那南韩做的方式的话 那其实很重要一点 就是像我刚刚所讲的 韩国的电影 他因为他的韩语的限制 他没有办法只看着韩语的市场 因为韩语毕竟是个小市场 他也不能像是这个华语市场一样 看到华语 更多的华语 所以他更容易看到国际的市场 所以他看到的直接就是要挑战国际市场 而在挑战国际市场的时候 他也非常注意到就是说 他先是在区域里面受到欢迎 所以他是先在周边的国家先去发展 那所以像是台湾过去像是通灵少女 类似这样子先去东南亚来做尝试 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那韩国先是在日本 然后在中国 然后在台湾这边走红之后 再往亚洲的国家 然后再到欧美这样流传的过程 那同时用各种不同的影视音 搭配的状况之下 让大家看到了韩国的 这个韩流的文化元素之后 才会开始对于某一些特别成功的商品 拿到注目 而这些成功的商品 他们也是非常有意识的去争取国际的奖项 那这点是非常重要 让国际看到之后 获得奖之后 那其他作品才能够获得到更多的注意 是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思琪老师 来我们的节目现场为我们分析 就是金马奖刚刚落幕 我们来看的是金马奖 哪一些的国际元素 以及如何把我们非常宝贵的台湾的文化跟资产 让我们更有自信的把它走向推销到国际 非常谢谢思琪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